一波三折 嘉义娱乐终于把媒姐Debbie吴天瑜换回马来西亚 并在4月6号举办一场签约仪式 Debbie更是嘉义娱乐首位签上电影约的艺人 正式回流大马影视圈 嘉义娱乐董事袁在贤表示 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Debbie的潜质并持续关注她 这次终于把她签到公司旗下主攻电影 承诺两年三部作品 Debbie透露这两年她都被包了 更表示酬金足够让她买房子 然后我就下了自己吃 就是被包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还可以安定一下自己的生活 然后就进了一个方向 那时候回来说会有点结果 所以我应该怎样的马来西亚 你也是想到你能力下完的 那之后发现到原来马来西亚 现在怎么会发展 除了一群DebbieFans Club的粉丝 师姐杨燕燕跟捧着花到现场给予支持 Debbie表示一直都以杨燕燕为目标 看着对方的努力自己也不敢怠慢 并透露想超越杨燕燕的想法 她们更即将有合作的机会 我要祝福你 希望你的美丽事也能够一波再一波的高度 谢谢 恭喜 谢谢 可以跨越你吗 当然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跨越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谢谢 谢谢 Debbie看着马来西亚影视逐渐蓬勃 她说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太多的禁忌 她想尝试一些例如同性恋 较为大胆的角色 让美琪期待美姐Debbie吴天宇的演出吧 像同性恋啊 像我之前拍的电台下来的话 都能够上映的话 那我觉得我无所谓 我什么都能够接受 要不替光头我也可以无所谓 就在电影我觉得最好玩就是要 要大胆 然后才会有那个感觉出来 因为跟电视剧始终两个市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电影上我希望她能够给我创造一些 比较吃惊的一些角色 那么还有 警官